今天週末 這邊很熱鬧 有很多的活動 這是新山這邊的老街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今天吃這一間 因為牛肉麵家 因為前面的那些茶餐廳全部都客滿 所以我們吃這間牛肉麵家 他什麼都有賣 有肉包、有菜包、有牛肉麵、羊肉麵 早餐吃這個肉包 我先吃肉包 豆沙包 馬來西亞一定要配個涼茶 有人吃粿醬 有人吃豬肉碎飯 你吃什麼? 黃麵、這個鹼麵的牛肉麵 牛肉麵 這一碗牛肉麵多少錢? 還沒算耶 12塊 那不就才七、八十塊 對啊 要換八槌 八十幾塊吃一碗 在菲律賓這一碗可能要兩百塊 這樣 這人賣賣這麼多,像洋醇麵 吃起來先吃一口看看 大口吃下去 氣味如何 我不要吃到那些油 油就放在那裡 不要吃到那些油就放在那裡 對啊,你吃到那些油,像洋醇麵 小羊家你今天要帶我們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去看那個房子 帶大家去看房子 不然你要帶我們去看什麼? 當然是看房子 人家都能看房子 要去看一個社區別墅 就是那個社區專門做別墅型的 後天型的社區就對了 所以等一下吃完我們就過去了 沒錯 好,那我們就趕快吃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浪貝爾的一個評比 它是 吃完飯了以後呢 朋友就把我們送來這邊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比較屬於 社區型的透天型 你看它是怎麼 這個算是 他們這裡叫排屋 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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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動的 連動的這一種 這個就是前後採光 但是因為它蓋的都不是很深或者是很高 所以你不會去有那個不會有遮擋的問題 不會有遮蔽的問題 然後整個社區小區非常 你看都是這種車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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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那裡是B&W Mini Cooper 全部都這種車 鄰居都是這種車 所以這裡應該算是 以馬來西亞來講 新山來講這邊算高級的囉 其實這個社區都是比較 經濟條件比較好的 經濟條件比較好 就是它這個走過來 這邊還可以看到 有一整排的 這個 有點像綠帶 他們兩邊剛好就是邊間 我們拍的就是邊間 那過來後面那裡又有河景 我們要看的是這間就對了 你看邊間就是它整面的採光面 如果你是剛好是在中間那一戶 你的採光就會被影響到 然後看出去看到後面這邊 它就是一個河 欸 這好像是那種 護城河耶 這會掉下去嗎 不會啦 裡面都有雨耶 現在是這樣跳 對面那個好像也還在蓋新的嗎 新的案子 新的案子 那邊都已經賣得差不多 已經賣得差不多 還沒蓋好就賣得差不多 其實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啦 就是說 實際在新山這邊 他們當地的人 大部分都是喜歡這種 我們台灣叫透天 或者是別墅型的一個案件 因為這樣的人都連地大物博 都喜歡這種 但是真的是看每個人的需求 跟 你來這邊為了做什麼而去做選擇 但是我們今天拍這個 我覺得 滿適合自己住的 滿適合自己住 沒錯沒錯 不然買來是不是要住的 不然是要幹嘛 有些人是為了出租投資 喔欸 這可以停幾台車 四台五台都沒問題 沒錯 超爽的 對啊 我們進去裡面看 這間還滿深的 滿深的 所以走過來 欸 這裡先有一間孝親房 是不是 這間孝親房就是 有這個採光在面前面 然後 因為它這個是邊間 所以整排的採光 所以你會覺得這個房子 看起來就是比較亮 比較明亮 這裡 奇怪這裡怎麼又一間 這是廚房 這廚房喔 管道間什麼的都有 天井在這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這邊是廁所 廁所 這餐廳 這客廳 這邊也提下廚堂室 客廳太大了 12345678 喔6米多欸 面寬6米多欸 超寬的 然後這邊看出去就是剛剛 新的那個社區 說已經賣完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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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那個 餐廳台如果太大很浪費 但是我覺得啊 這個 這個就是享受怎麼浪費 對不對 這個已經是 延伸出去 這有點像露台了 是喔 這一間 這個沒有 沒有電梯的啦 二樓 二樓 看一下二樓的狀況 這個整個都保護好 木地板都保護起來 這個 一上來又有一個客廳 這邊有一個客廳的空間 這間一間 然後這邊有一間 所以我們先看這一間好了 都有廁所欸 這是套房 都有採光喔 然後這邊 這個房間大小呢 就是有一點像台灣三房的主臥室 非常的夠用 非常的大 非常的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隔壁間 這間也是跟右邊那間應該差不多 但是這邊又採光面 所以這間感覺又更亮一些齁 這邊採光面 大概這樣 面大馬路 就社區的外面 然後 三間組的 然後最後這一間是主臥室 你知道為什麼它主臥室跟客廳 都排在後面嗎 因為後面有河景 河景耶 其實這是客廳這樣安排的 真的喔 所以這間主臥室超大 而且雙面採光 你就覺得這一間 應該住起來會特別舒服 然後 有一個廁所喔 這廁所 兩個的耶 兩個洗臉台 好 那我們接下來 還有一層樓 喔 喔 三樓是神明廳喔 人家剛好神明廳 三樓 是一間 欸不是 這是套房耶 對啊 所以它這個每一間都套房耶 沒錯 四間套房耶 樓下 啊沒有樓下有一間不是套房 樓下剛進來那個孝親房是 那是傭人房 哈哈哈哈 不是孝親房 不是孝親房 喔 這裡有個超大的平台 對 欸住這個才爽吧 大家的時候 啊陽台太大 這個 這個 這個你看 隔壁你跳過去 就到隔壁鄰居的家 因為這社區是新的 沒錯 比較沒有 呃 應該算是比較沒有 還沒有完全的入住 沒錯 剛剛交屋沒多久 看得出來是新的 那可以看到那邊 因為馬來西亞是沒有地震的 所以它的地基跟台灣做的不太一樣 你看它的柱子就是比較細 然後再做磚下去支撐它 就是紅磚下去支撐它 所以蓋法跟我們不太一樣 很多人講說 這個國外的房子比較便宜 你要看地方 像馬來西亞它房子 為什麼相對台灣便宜一些 因為它地基不需要做到像台灣這麼功夫 再來一點是 當然他們土地面積也比較多 多多喔 所以當然地多就便宜一些 人口密度沒那麼高 對 但是要就是人生嘛 就是要住這種房子 要享受 這才是人生 你還可以拿著釣竿在這 後面真的有魚 這水超乾淨的 我們這樣看它是可以下 真的很乾淨的感覺 好 好好的來分享一下 這個房子 這個 這個地方 我們先講這個 這個地方在我們新山口岸市中心 大概往東走 十幾分鐘 二十分鐘左右的地方而已 是 其實我們還是看得到市中心的地方 看過去那個大樓就是市中心 沒有很遠 那這個社區 它的全部都是這種排屋 沒錯 全部都是這種排屋 然後透天的 那它的旁邊 對面好像也有一些 類似餐廳啊 很漂亮 遊艇碼頭 類似這樣 那如果說 你喜歡這種比較休閒啊 比較正常人 是一個人 應該擁有的這些東西 天地 以外 這個還滿適合你 好 好好分享一下 那這個坪數 土地坪數幾坪 土地坪數是384平方米 喔 384平方米 這是建坪 那土地呢 土地是259平方米 土地259 所以大概是 890坪的土地 大概80坪左右 80坪 78坪 78坪 79坪的土地 然後它蓋的建坪是300多平方米 384平方米 384平方米 怎麼忽然覺得那個 落差很大 我們在菲律賓都看那個25平方米 28平方米的 在這裡都是幾百七票 300多 大概換成台幣 台灣的坪數也120 130 116 120 116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大小 三層樓每一間都是套房 只有用人房不是而已 只有用人房不是 用人房 那個應該不是用人房吧 那只是進來的一個空間 那這樣子這麼大的一個透天 屋主開架多少錢 不是屋主開架 這是建商的 兩百三十萬馬幣 兩百三十萬馬幣 差不多換成台幣多少錢 15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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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以這樣子的房子 在這邊已經屬於中高階以上 沒錯 算是比較好的 也有很便宜的 大概是六七百萬的 一百萬馬幣 因為這種透天 至少要買一百萬馬幣 對 就是他們的政府規定 你要買我們透天 你至少要買一百萬馬幣 所以最少最便宜的 也是有一百萬 一百左右 一百大概六七百萬 但是那個就很小間 那個超小 那個就跟這個不一樣 這個一半 這個三四百平方米的 所以算是比較大的房子 那如果說你要小一點的 也可以問一下小當家 沒錯 這邊也有 但是聽說那種都瞬間秒殺 這個也瞬間秒殺 這只是剩下唯一這一間而已 只剩下這一間 只是拍完 我們都不知道下次如果客人問 我們都不好意思說 有啦 這麼多欸 這邊也都 對 但是就是新的才要 全部都賣完了 你不是說這裡賣完了 這個賣完了 還有新的一起還沒蓋 還沒蓋的 準備開案的 那如果說對這邊的透天有興趣 歡迎跟小當聯絡 其實也不是只是買來說度假 你可以申請第二家園 還有一個馬來西亞第二家園計畫 可以把這裡當成你的人生第二家園 然後休閒住宅 然後去新加坡也非常近 也是從張宜機場進來 非常方便 所以如果想要多了解 歡迎問小當家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想多了解東南亞 不管是馬來西亞 或者曼谷這邊的一些房地產的資訊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第一則留言有加入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 想要跟我們 跟來這邊 討查看 跟那些好朋友一起來看的 歡迎加入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 來一起執政新聞 下次見 掰掰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 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請嘗試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則留言 好人 請you 喔 請問這件事情 請繼續